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委員老師 昨天跟AI有相關的能源概念股 紛紛出現了噴出的走勢 今天還會再續漲嗎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的表現 我們看圖卡 好 我們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兩天 連續兩天 其實美國股市的表現都非常的平淡 非常平淡為什麼 大家等這個兩位總統候選人的一個辯論 所以表現比較平淡一點點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先來看一下 包含像道琼 道琼昨天的漲幅是36點 很小啦 幾乎等於沒有 他是0.09% 幾乎是沒有 那納斯達克小漲 0.3% 這一層半導體是小跌了0.57% 那主要是在月線附近 這裡做一個震盪的整理 所以原則上還是維持在 強勢震盪整理的格局之上 亞馬遜這表現比較強 漲了2.19% 揮達的部分也是小跌了1.91% 台子期的夜盤漲了61點 所以其實這樣看下來 這一輪看下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兩天 個股表現機會很高 包含像昨天 包含像前天 漲停板的加速其實都不少 那就代表一件什麼事情 市場上面的中石戶還在 大戶還在 他們還在操作股票 他們還在投資 他們還在 不管是當充隔日充都可以 都還在進場做操作 所以我說這個行情依然是大有可為 大家要好好的做把握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盤錢發文 威老師每天我在上節目之前 會將所有的資料 彙整好 發文放在我們的Lite上面 所以想要掌握第一手資訊 歡迎各位 我們的Lite帳號在這個地方 大家多多的善加利用 可以來做加入 或者是把手機拿出來 掃描我們這個QR Code也可以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怎麼去看 我們剛才把美國的狀況 簡單來說已經跟大家來講過了 那現在要注意一件什麼事情 回到台股本身 我們先從外而內 外部的環境我們看過了 再來我們看什麼 內部 台股市本身的狀況如何 依然是非常的健康 依然是非常的強勁 那主要的問題在哪裡 6月21號有個大量 6506億 那個時候短線上面有些震盪 因為這個大量過後 指數開始有稍微的壓回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就在這裡 這個大量的部分 這個地方 這一天是出量 各位記得嗎 我把它往上堆 有沒有 這一天是出量 所以短線上面大盤的壓力 就在這裡 所以各位去看一下 現在是不是大盤都在這邊整理 在5日均線 這也是5日均線 這裡是月線 20日均線 會在這個地方做震盪 現在的盤面就這樣看 好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去看 今天給各位的標是什麼 短壓沉重 陷入整理 量能不足啊 難以突圍 我這是針對大盤下的一個註解 也就是說現在的大盤 你很難它有很大的一個表現 這很清楚啊 因為它現在 現在就是上面有壓力 下面有支撐 就是維持這樣的狀態 那怎麼樣才能夠突破現狀 來 我們看一下 成交量要到多少 到5000億 它才有機會做突破 否則 最好的狀況就是持續整理 然後呢 中華小型股 持續的發動 持續的表態 AI的股票 持續的上漲 這個我想就是大家 賺錢最好的一個時機 最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只要目前來看 禮拜二的低點 22503 跟月線沒有失守 台股後續整理完再供的機會 我想是相當的高 目前的族群上面來看的話 從我們這個禮拜 一直跟大家講的雲爆能源 神威能源 對不對 這是AI綠電 AI綠電一路大漲 漲到昨天 換誰漲 換到太陽能漲 對不對 太陽能半導體測試PCB 面板設備 就是面板級散出型風霜 這些相關的概念股票 其實啊 講到最後 還是跟AI有關嗎 對不對 講到最後還是AI 好 所以這個是今天 盤潛各位要注意的重點 我都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你其實 其實啊 只要看文威老師的盤潛預告 看我們的標股盤潛暴 你可以把今天所有的 你要注意的操作事項 一網打盡 而且我跟你講的是 最重要的資訊 就是到底什麼 什麼股票會漲 不是寫很多模擬兩可的 寫很多很分析 好像很論文的東西 不是 我直接跟你講 直球對決 什麼股票會漲 對不對 這是今天的盤潛發文 當然在講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有沒有驗證 對不對 這是重點 來 大盤的部分我覺得 沒有太大影響 昨天開利走高 我想盤中的預告也跟各位講 我們盤中的標股戰報 也跟大家講 昨天的盤面尾盤 原則上會收在相對高 對不對 幾乎就收在快最高點的位置 不是嗎 來 我們再往下看 好 這是昨天 6月27號的盤潛發文 昨天早上一樣5點多 早上5點56分 這裡 我發文給我們所有的 Light的一個粉絲好友 那我講到什麼股票 創新高的股票 有誰 劉翼雲豪 訓聯 新科 博蕾 金聯 續翔股票 誰 泰昇 升威能源 01 鎮達 東台 突破整理平台有誰 東捷紅毅股 武蜂 何毅 帶量長紅的有 藥華藥美食 智盛 中沙 高檔整理的 軍華光盛 訊星KY 大士科 這些相關的股票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們的表現如何 重點來了 同朋友來 太漂亮了 同朋友 國塑這個是我們昨天盤中 算前天不是昨天 我更正一下 前天的盤中 我們就在文章上面提到 我們盤中的標股戰報 就跟各位提到太陽能的國縮 再來 隆德造船 公道漲停 柏磊 公道漲停 紅毅股 各位投票有沒有看 你看喔 這段時間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追蹤 現在是不是又連續兩支公道漲停班 再來 新復興 公道漲停 訓聯 最近生技股的資金開始往那邊跑 可是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子 不管怎麼講 都會跟AI有關 現在生技股也說他要AI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 你還是應該關注AI股票 對不對 那你看這些股票 國縮 隆德造船 柏磊 紅毅股 新復興 訓聯 這些股票表現相當相當的強勁 那我們也是恭喜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在上面的一個操作上面 都能夠掌握到一個非常漂亮的訊息 掌握到非常漂亮的資訊 來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你看 像紅塑系統 大家對這檔股票比較不熟 其實他是跟著軍工概內股在漲 昨天因為環太平洋的軍演開始 所以隆德造船先攻到漲停 除了他因為軍演的關係攻到漲停 另外還有一個隆德造船 他CB定價已經完成 什麼叫CB 可轉換公司債 定價已經完成 他股價就會動 因為一般來講公司債在定價期間 他股價是不能亂動 因為你一旦亂動會被撤箭 就是說你這個送箭就會失敗 所以通常在CB定價過程當中 這股價不太會動 等到他定價完成之後 股價就會動 對不對 我們跟各位講的這些都是專業 所以各位你看 隆德造船開始往上漲 再來 紅塑系統是做什麼 做飛彈的視覺辨認系統 簡單來說叫做飛彈的眼睛 他叫真空微波管 所以全台股市幾乎沒什麼公司跟他一樣 所以股價攻到漲停 再來金元電創高 元泰創高 紅一股剛才講過 創高 大四顆也出現創高 茂迪是不是也攻到漲停板的位階點 再來雲爆能源高漲震盪 昨天創高 深微能源也創高 代表什麼 他們已經漲了四天到五天了 隔日沖的 因為已經開始進來 為什麼 我講個很簡單的概念給你聽 比如說你看雲爆能源 前面第一根漲停 第二根漲停 第三根漲停 第四根漲停 他這個地方其實幾乎都是一架到底 也就是說不管是當松還是隔日松的人 沒辦法進來 那到了什麼時候 到了昨天 機會是不是來了 他既沒有開漲停也沒有幹嘛 也沒有說開到非常高非常離譜 所以很多當松的人就進來了 那很多當松的人進來盤中把它拉高 拉到235塊 他要幹嘛 他要下車 所以又開始賣賣賣賣賣賣賣 導致呈現上影線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連續飆漲停 到了第五天第六天 那個時候會引來非常多的 當松的操作會在裡面 因為最熱的股票就在這裡 所以他們都會進來操作 那你看既然雲暴人員長這樣 深微人員自然而然就會留了一個上影線 他們走勢是亦不亦許的 再來 訊星KY 光通訊的股票 陽城 光晟 創高 長家智能創高 有沒有我說這叫AI醫療 長家智能是跟廣達合作 好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來 昨天的盤中的標股戰報 我跟大家講什麼 茂迪 星科 大士科 乙勝KY 你看茂迪 公道 漲停板 元泰 創高 更不用說星科盤中 也是拉到會漲停板 我們都盤中講 特別我覺得這是什麼 直球對決 我盤中直接跟你預測什麼股票會漲 盤前就是現在 我也跟你預測什麼股票會漲 這是最重要的概念 對不對 我相信這樣子 能夠直接幫助到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所以呢 如果你想掌握到這樣第一手的資訊 我們的light你一定要加起來 有沒有 你看這些股票 全部都是我們在盤前跟大家事先做預告 我們都寫在light的文章上面 所以各位 我們的文章 各位一定要加起來看 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回過頭來看 今天你要注意什麼股票 今天6月28號 我跟老師一樣 上節目之前把所有的資料整理好 早上是不是5點多還沒6點 我就丟出來給大家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讓你有時間整理 有時間準備好 對不對 不然我那麼早發幹嘛 我可以等到9點再發 8點50分我再發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沒有意義 對你的幫助不大 我們要展現專業給你看 我們很早就準備好了 所以你看下來 創新高的股票有誰 有紅毅股 國塑 隆德 照傳 紅塑系統 訓聯 這些都是創新高的股票 也是文老師跟各位追蹤了很久 好幾天的股票 全部都創新高 再來 蓄強股票誰 星科 光聖 訓星KY 大士科 以及博雷 這個都是續強股票 那原則上這一組 都已經呈現什麼 45度角的一個上揚 所以你不見得馬上要追 你不一定馬上要追 那如果說你想留意 剛剛開始起漲的 還有機會的 那你要怎麼去看 來 比如說突破盤整 盤整區攻擊的 還有呢 帶量長紅的有誰 比如說盤整區攻擊的 有達能 乙勝KY 君豪 雲泰這些 那另外呢 帶量長紅的 這兩黨有重複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兩個條件都符了 他又創新高 但是呢 他又是整理過後 帶量長紅的 有誰 弘毅股 國塑 然後茂迪 新復興 以及3498的陽城 好高檔強勢整理有誰 有中砂 深陽半導體 君華 雲豹能源 深威能源 所以投票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股票的陣容就是那些 我稱之為叫全明星隊 All Star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我會把最強最標 全台北股市 你最熱門最強最標股票 通通整理好寫在裡面 你只要看這一份就夠了 1700多檔公司 我幫各位去無存心 我幫各位把最好的資訊留下來 最強最有機會的股票 給各位做參考 這是最棒的一個資訊 所以各位投票你再繼續看下去 來 這是今天的盤錢的法文 剛剛 已經給各位看過 6月27號 就是昨天 我們盤錢的預告 這些股票有沒有驗證 有驗證嗎 這些股票 來 這些股票有沒有驗證 也驗證 這些股票有沒有驗證 統統驗證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再來 6月26號 我跟各位寫了什麼 這是你看喔 今天是28號 禮拜五 剛剛看到是禮拜四 現在看到是禮拜三 我就給各位回顧這幾天的資料 你就能夠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文章值不值得 各位來看 為什麼 各位 創新高的股票 我在6月26號就跟各位寫誰 寫誰 紅塑系統 你看到昨天 有沒有 我寫誰 雲爆人員 大思科 柏類均號 哪一檔沒有創新高 全部創新高 再來 續強的股票誰 政達 極 金蓮 東台極 什麼 光陽科 盤整區突破的攻擊 有誰 星鼎 以及光潔 帶量長紅 有誰 榮德造船 有沒有 榮德造船 泰森 升威能源 01 以及高檔強勢整理的 君華 光盛 這些股票 我通通寫在上面 所以各位同學們看 6月26號的行行 包含像雲爆能源 君豪 你看君豪到昨天 還在創新高 他是 COAX相關概念 就是台積電 先進封裝製程 以及打入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這個兩個題材他都有 所以股價表現非常強勢 東傑 升威能源 柏磊金蓮 再來 君華01 國塑 你注意看 6月26號 來 注意 我是不是要寫在這邊 盤中的文章 我就寫給你看了 到了昨天更不用說了 雖然瞭解我的意思嗎 東台 政達 泰森 我們都跟大家來講 再來訓聯 一樣啊 也是6月26號 我就跟大家講 而且是盤前 我就跟大家預告 聯軍 星科 昨天星科 這個尾盤極狂暴的噴出啊 差一點點就漲停板了 對不對 再來 紅一股有沒有 昨天漲停 前天漲停 昨天再漲停 加幣期創高 建村 你看一下 這是6月26號的盤前發文 再來我們再看 6月25號的 我們就來回顧這個禮拜 你看今天是週五 現在是星期五 現在這句話 很流行很紅啊 對不對 16噸 當然我們節目沒有要蹲 我不會這樣做 我再看到大家嚇一跳 我要跟大家講什麼 現在是星期五嘛 所以我們就回顧一下 這一整個禮拜 我到底跟大家分析了什麼樣的概念股 我跟大家預測了什麼樣的行情 有沒有驗證 我覺得你回頭越去看 你會越起雞皮疙瘩 投票為什麼 來 各位投票 6月25號盤前發文 我跟各位說什麼 晶圓電 雍智科 雲爆能源 建漢 有威科 精彩科 哪一檔沒有創新高 你如果時間回到6月25號去看 到今天的K線去對照 哪一檔沒創新高 通通創新高 再來 各位投票 比如說你看 像楊晨有沒有 光陽科 大士科 新科 華東 政達 光聖 新復星 訊星 國巨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們的股票 就是這些 對不對 我不會說一次全部大換血 不會 對不對 我們就是這些全明星陣容 如果有牟集黨 基本面有改變 籌碼面有改變 或是技術面有問題 我就會把它做調整 換新的強勢的股票 換新的整理完 有機會會噴出的股票 給各位做參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回頭再去看 你看 都寫了 你看這些股票 表現真的非常漂亮 賀雲爆能源連續打掌 對不對 所以你再看 這些股票 我們都先跟大家講 6月24號講台達電 6月21號講的太深 6月13號 對不對 這不是拳王 太深 對不對 再來6月13號 01 惠特 很多的股票 我們都跟大家講 不然這樣6月24號 太多太多了 真的你看 6月21號我就跟各位講雲爆能源 跟各位講賤漢 真的很多很多 好不好 前面我多早之前跟各位講誰 跟各位講正威 所以 來投票 我這一檔蓋牌股票 已經漲停了 我剛剛已經有講了 我們就不開牌了 反正 我們剛才有哪一個有賀的 大家都知道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還有新的 想要操作投票 想要參與我們的蓋牌股票 歡迎成為我們的會員粉絲好友 一起來做操作 另外 今天我想也是月底 也是週末 現在政府在推新清安專案 我們股市也來個新清安專案 好不好 給你最優的補貼 想要跟上我們的行列 歡迎各位跟我們做聯絡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想要在每天盤前盤中盤後 鎖定最新最標的文章 歡迎大家鎖定我們的Light帳號 對於大家的操作一定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剛剛都給各位驗證過了 再來如果說你可以來掃描 用手機打開照相模式 掃描這個QR Code 也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Light帳號 來我們再回到圖卡 所以這一檔概念股票 這一檔全新的AI概念股票 它已經噴出去了 還想要掌握下一檔的投票 歡迎成為我們的會員好友 我們一起來做操作 這樣的股票還有不用擔心 為老師這邊 私房散 鴨香寶很多 不用擔心 來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6月20號 朋友 盤前的發文 我們一樣跟大家講了什麼樣精彩的內容 我們跟大家講誰 有沒有 台達電 波洛威聯軍 真鼎 長家智能 東捷 男子電 新復興 東台市電 秦亞 惠特 深陽半導體 所羅門 訊星KY 軍華等等相關的股票 你再看一下 這股價的表現 各位 其實都有目共睹 不然廣達 長家智能 長家智能還在創高 還有誰 波洛威 東捷 男子電 聯軍 新復興 四電 惠友 東台 深陽半 還有訊星KY 你會注意到什麼 其實股票就是這些 大家怎麼掌握最重要 如何在第一時間 因為現在我會建議大家的操作邏輯 這樣子 不見得說我要買落後補漲 買很低很低很低的 我跟各位講 多投格局當中 其實什麼股票最好 強勢股票最好 但是強勢股票不代表說你要追高 追高我也不建議 追高我也不傾向 我都會請我們的好朋友怎麼做 這一檔股票整理完成 基本面好的 帶量的 然後開始轉強了 這個時候我們介入 風險低又容易賺錢 我們要這樣做才會 才是最穩當的方法 投票你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是說我現在跟你講 你去追會友 你去追訊星KY ALL IN給他下去 當然不是這樣 你這樣做絕對賺不到錢 你每一步都要穩扎穩打 每一步 各位我們都要幹嘛 確認了再出發 我們出手就是要賺 這是我跟大家 我們的概念邏輯這樣 不是說我們來試試看 苦手寒療18年 我們來當王寶川買了哪一天會漲 沒有人知道 這樣也不行嘛 對不對 等到你都受不了 然後砍掉後面才漲上去 那就是讓大家會覺得說 股市超速的難度就在這裡嘛 所以正本清源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你一開始的動作就要對 那你就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我們的文章分析上面 我們是不是把所有市場上面 最有機會的股票 通通跟你分享 包含像6月20號 你看喔 我們一路回顧到現在 我們也不要回顧太久了 我們就看最近的行情 我們再回頭去看 6月26號 對不對 我們回顧一下最近的行情 訓聯 聯軍 興科 紅毅股 加幣級 建村 我們再往前回顧一下 來 這是昨天嘛 昨天的盤錢發文 跟大家講的這些文章 跟大家講的這些概念股票 像國塑 隆德造船 伯磊 伯磊是比較偏向設備概念股 因為低價設備概念股不多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你現在可以做什麼 做這一種類型 對不對 你看 隆德造船也是啊 對不對 他也是整理完轉強啊 國塑也是啊 整理完轉強啊 是不是 紅毅股也是啊 整理完轉強啊 是不是都是這種概念 你不見得說 我要馬上去追那個漲停板了 那也沒有意思 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了這些 不管是創新高的 續強的股票 你就一定要注意 因為他當他 我跟各位講 超速的小細小是這樣子 你要怎麼樣買到會漲停的股票 就是他是強勢股 但是他那個時候 沒漲的時候 這個時候去買 很容易就大賺錢了 你知道了解 有意思嗎 那你也不是從他大跌的時候去買 是他沒有漲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來舉剛剛這些例子 你看一下 有沒有 像 紅毅股也是啊 之前不是飆過一波嗎 這邊沒動 你這裡去買就安全嗎 對不對 是不是又飆上去了 榮德造船也是啊 漲上去這裡沒動嗎 你這裡買就安全嗎 你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新復興也是啊 飆上去這裡沒漲 開始不動嗎 這裡買你就安全啊 那這些我們是不是都跟各位列過什麼 列過他們是續強的股票 或者是誰 或者是創新高相關的概念股票 不就都如此嗎 包含像最近跟大家講的雲爆能源 不是也是如此嗎 第一根我就跟大家來做分享 第一根我就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漲到多少 從140漲到235塊 那現在漲到這個地方 資金開始外溢嘛 從整個包含像 售電平台漲到誰 漲到昨天漲到太陽年嘛 所以今天就持續去觀察 這個族群有沒有機會 繼續代表 就相當相當的重要了 好不好 各位朋友 現在啊 房市啊有新清安專案 股市啊 葵老師也有新清安專案 給各位最優的補貼好不好 想了解更多相關最標股的一個資訊 歡迎大家跟我們做聯繫 祝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我們下週見拜拜 祝大家有這麼多black 祝大家有收入 請支持大家 比賽 嘅 Cuz 你 記得